嗨,欢迎收看《谈秘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最近几年,地球上出现了不少超级细菌、超级病毒 早期都会引起全球恐慌 因为对于这些超级难以被消灭防治的生命 人类在它们面前显得有点无助 最近就有科学家提出 这些超级生命极有可能在人类探索外太空的过程中 暗中偷渡到其他星球生命 就那人类要改造的火星来说 分分钟,这些超级细菌微生物会成为这些星球上的第一批居民 为什么科学家会提出这样的猜想呢?有什么证据吗? 根据欧洲技术曝光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显示 将短牙包杆菌 放置在一个30秒能杀死普通包子的模拟火星环境 结果显示它们可以存活30分钟 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 如果将这种杆菌进行基因改造筛选以后 它竟能在模拟火星的环境中存活18个月 杆菌是地球上最常见不过的菌种 并且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单细胞生物 翻着一带只需要几十分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 理论上地球的微生物都具备了适应火星及外太空的条件 这确实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 如果具有这种生存能力的微生物 一旦成功偷渡到我们的目标星球上 在我们改造该星球的过程中 也会同时成为这些微生物爆炸繁殖的温床 同时根据它们的繁殖进化要求去改变星球的形状 很有可能会导致人类的努力功亏一篑 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星球改造的时候 它们就利用我们的努力 给自己在太空中化地为王 毕竟如果它们在外太空存活下来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天敌阻碍自己繁衍和进化了 在我们思考外星文明 是否成为我们星际移民的阻碍时 或许最大的对手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 隐溢待老 如果第一个被发现的地外文明法 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该哭还是该笑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啊